蜥蜴人主俏 我一看就知道是那個 我把敵人暈眩然後你才跟我說讓敵人暈眩 這傢伙 真是的 我把敵人暈眩跟愛 搖治 我又會發現如果你做那個動作啊 被攻擊的時候開動作下去會無敵 他判定是他們會空 我覺得如果在野外遇到BOSS 可以利用這個BUG 這點是很厲害的 不刺激的 Sounds interesting 現在是炎充馬的 有型的 炎充馬的 加上瀚帥 好可怕 嗯 嗯 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良性Fuck耶 當進入UI介面的時候我是無敵的 可是敵人會被攻擊 像剛剛莉智貝特在UIS出現之前 然後放招 然後快無一直被打 刀 太刀 這什麼東西 希望不要是太爛的東西 我已經88層快要到90層 我來看一下 說拿到太刀 真棒 超爛喔 唯一的優點就AGI有增加一點吧 連烈空座都不如 行きましょう 早~~ 喰らえらせるよ 同時に行こうよ 今後退了 是 戰術 第四竹 回想說 是 是 及後 4 十 mbol 或计 要是 再 及 Also 是 促 闊 所有 với Crime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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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升級升級 好, 升級升級 行きましょう スキルチャンス 好, 升級升級 好, 升級 好, 升級 或者是我根本覺得他這等比上升 武器熟練度啊 前面超好練的, 後面不然超難練 燈燈燈 任 CI 好, 起碎 好, 升級升級 打不到 打不到 我意外發現他們已經打不到我 無視到我會比較高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記得我之前閃避都是零 我突然間閃避百多 應該不會穿那個盾牌上去 閃避是直接下降吧 成筆直接下降 看一下 彎刀 他上面閃避加 加蠻多的 我還是先不要換啦 反正現在閃避不錯了 就先這樣 等下回去我還要打造 最強的武士刀 把身上所有材料花下去 有了嗎 對 好 キリト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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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留20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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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急武器出現了 稀有度6 最強的武器誕生了 怪誕超救急難度打到9億 我現在超救急武器要看看能不能打到9億 不太可能啊 傷害頂多五六百吧 刀 無名輪迴之刀 一刀下去讓你輪迴嗎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強化品質 他的傷害你自己看 他的傷害超強的 加11耶 閃避 傷害超高的耶 太強了吧 我直接所有素材直接全部砸下去 然後他就LV6啊 LV6的武器出現了 像我這個彎刀啊 庞然貪十折 他是LV只有3 然後這個你看那個Rarity Rarity6效果爆擊率上升 太棒了 太棒了 跳路628 閃避66 命中15 DEEX13 10AGS 攻擊力加65 超超強 這把完全OK 哇 你那邊打到9億 我這邊打到一個終極武器 我覺得這武器 我覺得這武器我可以讓我繼續用到很後面 無名輪迴之刃 我把你打到打進輪迴裡 DPS DPS超扯的 直接從那個324變成1074 他是第一次 欸 這不是摩莎姬嗎 你每次都來敲我尾刀 我現在完全不想帶你 我已經完全想要把摩莎姬 丟到那個冷凍褲了 我練他不是來來讓他撿我尾刀的 他瘋狂撿 撿你個頭啊 Boss血量 你是說你用那個嗎 用那個銅人還是說用那個 我鷹啊 綠谷 你是用那個銅人嗎 還是綠谷 因為之前你說綠谷不是有弱點特效 可以打到有幾億 同仁打到9億 難怪說做球 因為綠谷他有弱點特效 還是說同仁他有綠谷特效 同仁技能是什麼啊 說真的其實我現在沒辦法下載啊 因為我那個手機啊 那華華華碩Lanfon5 更新到那個安卓斯 他在Google Play完全不能用 不能下載任何道具 我不能下載任何的那個應用程式 所以現在怪物彈珠就算 你們拉我去玩我也玩不了 Google Play不能用 沒辦法去下載 只能說剛好進入元素領域那邊卡到 直接9億 是累積傷害9億還是單發9億啊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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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小小的翅膀 小小翅膀 撿東西我最討厭撿東西了 那個根本就運氣了 而且還限制你說你一天能撿多少 關鍵單發關鍵傷害9E開了大局還沒砍已經創到9E 還沒砍他就已經趴掉了 對不起我不行了 感覺就像這樣 除非有辦法可以解決掉在Google Play下載問題 不然說真的Google彈珠 我也想要回來玩玩看一下 但是沒辦法 頭砍就這麼痛喔 19萬耶 不是技能才是最主要的嗎 就技能還沒去碰到 然後就直接把BOSS給開 被幹掉了 對 龍蜜通人的能力有結衣的聲援 不要跟我說這個能力是說 場上9結衣的時候傷害加成 看起來有點像這樣耶 聽起來啦 有情技增援 超反傷害B 反傳送反減速B 我覺得加傷害的大概就是傑衣的聲援 還有有情技增援吧 反傳送就是反 超反傷害B 欸超反傷害B 這看起來好像是反擊技耶 可是又感覺不是 我要做什麼 調援突然 有很容易 有很容易 有很難 有非常容易 有很多 有很容易 有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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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棒棒 我要來這邊採東西 啊 等一下 會發現這邊並沒有東西啊 那個道具要去哪邊拿 我突然很訝異的想到 酷吧做HP 力氣全恢復 那這樣應該就友情技 增幅還有超反傷害幣吧 應該就這個了 不然其他都只是 被動技能而已啊 好 應該就應該是這裡了 如果連這裡都不是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打那個BOSS 道具都沒有 喂 還真的沒有道具 八十八層的森林採取 八十八層的森林採取 白天才能採到 超反傷害幣 碰到傷害幣會提升攻擊力 喔 這就是你剛說的嘛 卡到一個地方然後就打到9億啊 休息到夜晚 一般抗傷害幣就沒有加攻擊力 只是抵抗傷害幣而已 很厲害喔 一般抗傷害幣就沒有加攻擊力 好 OK 這叫這叫早上 早上個頭啊 這叫早上 我的天啊 這叫早上 我還嫌 我還行 可是這樣感覺也要卡到 該不那個關卡裡面到處都是 傷害幣吧 到處都是傷害幣啊 還行 安安 這哪裡是早上了 太扯了 等一下 這一點都不像早上啊 不管是早上還是白天都是那個暗暗迷夢的感覺 真棒 等啦 等待時間 喔有了有了 進來森林 進來森林他就白天了 真奇怪 這裡太誇張了 他說會反光啊 如果連這邊都沒有那就代表是另一個森林 不要怕 我們迴避夠高 回避200 可不是蓋的 我們迴避了 立志佩特沒有迴避 永遠沒有早上 進來森林就不一樣 真奇怪 他做的有點BUG喔 不是這邊 是另外一邊 我們被打 幾乎都密死 永遠沒有白天的一天 真厲害 在外面的時候你看他是夜晚的 然後到你 你到那森林裡面都突然變白天了 這迷宮做的真強 你看這邊就迷就黑夜啊 太誇張了 黑夜黑到你 黑到你骨子裡去了 應該是下一個森林啊 永夜啊 除了永咒以外就永夜 溺死掉 奇怪 我命中已經很高了 黑暗之多啊 命中203 我又不相信還打不到 原本170耶 我都放暈眩氣了 你才跟我說 放暈眩 我都放暈眩氣了 你才跟我說 放暈眩氣了 你才跟我說 放暈眩氣了 放暈眩氣了 哇 難打難打 等級壓制了 170人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要用那個三四個人吧 三四個人再來打 而且NPC根本就沒有密使過 不管拿什麼好武器還是要密使 等級差太多了 對 等級差太多 對 等級差太多了 利茲貝特 使用技能 啊 我中盲目了啊 命中變138 只能靠利茲貝特了 他沒有被中盲目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欸 至少沒有被怪的秒掉 欸 我這個有加防禦嗎 好像我有加閃避啊 也安排預示啊 原本我安 裝盾牌的時候啊 他好像就還好 就都是0 他閃避都是0 閃不了 他好像沒有中盲目之後的 我還是一樣 沒有中盲目之後的 我還是一樣 超得了 快了快了 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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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不過打到一下真的很痛欸 一大格一大格在跳 完全不用擔心 很心很心 很心很心 這一層的boss也可以讓我們搞定 奇怪 他說在森林裡面白天有反光 然後結果我剛剛在做森林 我並沒有看到 轉移回去 他說透過白天的反光啊 然後來查看那個 水晶 任務道具啦 不管幾點都是 都是晚上 除了那個 就只有那個森林有白天啊 再一次再一次 希望說不要在這邊卡住了 來這邊總算白天 來這邊總算白天 可是 地上就是沒有東西可以給你撿 再看一下任務名稱好了 小小的翅膀啊 讓陽光透過透明閃閃發亮 對啊 他說在88層的森林採取啊 他說是採取喔 不是用打的還是什麼的 用採的 希望不要說是一個bug 你讓我在這邊 混混度日然後就找不到 其實剛剛我在這邊 已經逛了好幾次 如果還是沒有的話我可能要去看一下攻略 看一下人家這邊怎麼拿 這個任務名稱好像叫做小小的翅膀 八十八層森林啊 賭 八十八層就只有這邊是一個森林啊 拔曲 好像之前聽你說過啊 大約幾個禮拜一次厚 三個parable 快跟飛翼講一下 你寶珠很多 剛剛問你說到底是在哪邊 寶珠 暖少了46顆 等到下次合作再用就好啦 就可能跳過一兩次的 抽卡GR 下次收兵就可以拿到一個很棒的 這樣就不用擔心說還沒有石頭 然後又沒辦法抽 平時要準備一下 我突然發現荔枝貝特那招很像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 好再往前一下 森林森林森林 森林在哪裡 不要跟我說這個不是森林 你拿隻眼看起來這不像森林的 超究極過關直接送5顆 哇 做球然後 還可以就是 送5顆 還蠻 還蠻棒的 做球要送5顆 也就是說如果是一種一抽入魂抽到Kirito的 然後去打這個關卡 他會覺得說 真棒 等於說抽到同仁 根本就 沒有去花費石頭 免費 免費得到同仁 呃太棒了我真的要看公路了 但是 呃太棒了 所以 劉滋 劉滋 我在這邊逛了兩三次以上了 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去一趟 就是不出 原野 88層原野 我回去看一下 迷宮 十人花蟲樂園 我決定我每個地方都再去一次 不要讓我罵髒話 前面的任務我覺得都非常OK 就頂多稍微打一下 我覺得BOSS的資訊 需要用採取道具的方式 採道具而且他一天還有限次數 如果是打怪物的話完全沒問題 打個100隻也不是問題 瞬間打一打當做練經驗 跟練那武器的手練度就OK 好 等我一下 我查一下我查一下那個 這個任務叫做小小的翅膀嗎 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我用Google一下稍微等我一下 虛空斷章 小小的翅膀 小小的翅膀 馬上也有人有問題 先找到任務道具 好像叫空射之語 一般在石頭下 蛤什麼石頭下 蛤蛤什麼 石頭下面 等一下 說什麼石頭下面 我剛剛路過那個石頭根本就沒什麼問題啊 應該不是吧 差印 sheer OK 欸 為什麼 那鐵 你這個 真的欸 要靠近要靠近 要靠近才可以看到 要再靠近謝謝謝謝你謝謝你的攻略 知道了靠近才看得到 我的天啊 有有有 只是說我採取一次他不讓我採而且還沒採到 好那我每個石頭都去看一下 OK就這樣已經知道了那我就簡單了 不一定每個石頭啦 啊然後我可要一直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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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反正有目標前往前進的方向就很明確了 沒目標真的會迷路像聖劍傳說3一樣 他沒有那個地圖啊我就迷路了 然後後來重製版有地圖大家不會迷路了 我相信其實完原版 還是很多人會跟我一樣是一直迷路的 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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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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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不到道具 你不可以是一口氣送我嗎 appear Rob 鉄 全部都很不驚 呀